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月上旬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半导体出口的强劲增长, 韩国2024年出口同底增长8.2%,达到6,83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超过了2022年6,836亿美元的前纪录。 在各行业方面,韩国2024年晶片出口同底增长43.9%,达到1,419亿美元,同样创历史新高,超过了2022年创下的1,292亿美元的前纪录。 尽管全球半导体价格整体下降,但对包括高频宽机一体晶片HBM在内的高阶产品强劲需求,推动了整体出口的强劲表现。 从目的地来看,韩国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增长6.6%,达到1,330亿美元,主要受晶片、石化产品和行动装置的出口带动。 对美国出口增长10.5%,达到1,278亿美元,连续第七年创下年度新高。 此外,2024年12月,韩国出口同比增长6.6%,达到613.8亿美元,连续第15个月同比增长。 其中,晶片出口跃升41.5%至145亿美元,创下单月新高。 按目的地划分,12月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8.6%至118亿美元,对美国出口增长5.5%至119亿美元。 然而,即便如此,DRAM市场将在2025年第一季度出现显著的价格下跌。 PC、伺服器和GPU VRAM细分市场预计将出现大幅下跌。 根据Transforce的最新预测,季节性需求波动加上买家的战略库存管理正在推动下降趋势。 在PCDRAM市场,价格预计将下降8%至13%。 这一下降,主要是由于消费者需求疲软和DDR4记忆体模块供过于求。 虽然DDR5的采用率正在稳步增长,但尚未达到抵消上一代DDR4模块供过于求所需的规模。 因此,PC制造商正在利用较低的价格来增加库存,尽管他们很谨慎, 以避免在需求不确定的情况下出现库存过剩。 四伏器DRAM价格预计也会下降。 尽管降幅不如PCDRAM大,预测降幅为5%至10%。 从DDR4到DDR5和高频宽记忆体HBM的持续过渡,继续影响着四伏器DRAM市场。 主要供应商正在将生产能力从DDR4重新分配到更新的技术。 以满足资料中心和AI应用日益增长的需求。 然而,DDR4记忆体的供过于求,加上企业客户谨慎的采购策略,导致价格受到抑制。 虽然DDR5的采用率正在增长,但其目前的使用量仍不足以抵消DDR4的供应过剩。 在GPU VRAM领域,价格预计将下跌5%至10%,这主要是由于需求低迷和库存水平上升。 尽管部分生产能力已转向HBM,尤其是用于AI和资料中心应用的高效能GPU,但对传统汇图DRAM的需求仍然疲软。 游戏和专业汇图市场尚未从高库存水平和疲软的消费者需求时期完全恢复,导致GPU VRAM价格持续下跌。 DRAM价格的持续下跌与过去两年观察到的更广泛趋势一致。 先前的报告表明,2023年初价格大幅下跌,仅第一季度DRAM成本就暴跌20%。 这些降价是由供应过剩和消费者需求低迷共同推动的,导致全年价格持续下跌。 到2024年,尽管下滑速度有所放缓,但市场仍面临挑战。 制造商库存水平高起,消费电子、游戏和资料中心等关键领域的需求依然疲软。 此外,DDR5和HBM等较新记忆体技术的缓慢采用,导致老一代DRAM模块长期过剩,进一步导致价格不稳定。 随着2025年的来到,这些挑战没有立即得到解决的迹象。 买家谨慎的采购策略和持续的供需失衡,预计将使DRAM市场的价格持续受到抑制。 这种情况使买家能够获得成本较低的组件,但供应商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仍面临压力。 此外,严调机构及帮Trendforce调查还显示, 2025年第一季,LandFlash供应商将面临库存持续上升,订单需求恶化等挑战,平均合约价恐计减10%至15%。 其中,Wafer跌幅将收敛,模块产品部分,由于Enterprise SSD订单稳定,预期可缓冲合约价跌势。 Client SSD及UFS则因消费性终端产品需求疲软,买家采购意愿保守。 价格将持续下探。 2025年第一季,市场步入传统淡季。 PC市场虽有Windows 10停止支援、新款、CPU推出等有利因素, 但AIPC应用未成熟,难以吸引消费者目光。 因此,2025年上半年,上游供应链首要任务仍是消化既有Client SSD库存。 在需求疲软、库存压力不轻的情况下,原厂势必将下调合约价格。 预估2025年第一季度合约价将剂减13%至18%。 机邦表示,2025年,Enterprise SSD受AI和记忆体应用带动, 预估全年需求将持续成长,但第一季采购量仍会受淡季影响下滑。 从供企来看,部分供应商应对2025年大容量需求转向60T以上产品, 而进一步调降16T和30T库存价格。 预计2025年第一季度,Enterprise SSD合约价将记减5%至10%。 EMMC产品部分,预期2025年第一季智慧型手机厂商将着重消化库存, 并倾向采购价格较低的模块厂产品,加上教育采购高峰已过, 电系商标案,各国通讯建设进度延宕等因素,需求将受压抑。 此外,原厂面对模块厂降价求受EMMC动作而带来巨大压力, 不得不大幅下调合约价, 预估2025年第一季度将记减13%至18%。 UFS产品虽然在高阶智慧型手机及车用电子的应用更加广泛, 但因整体手机市场需求低迷, 预期2025年第一季度UFS需求维持低档。 而原厂同样因模块厂的竞争必须调降价格, 预计合约价将记减13%至18%。 吉邦指出,模块厂面对2025年上半年需求情况未明, 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 第一季仅对特定规格的NAND Flash Wafer有少量需求。 在模块厂采购意愿低原厂间竞争加剧的状况下, 吉邦预估2025年第一季度Wafer合约价将记减13%至18%, 且不排除跌幅恐扩大。 显然,这些不利的讯息对于三星仅仅是一部分而已。 据韩国媒体The Alec报道, 自三星电子于2019年推出第一代Galaxy Fold以来, 其折叠机均一律搭载高通效龙晶片。 不过,最近有三星高层证实, 预定于2025下半年发表的第七代折叠机Galaxy Z Flip 7, 将三星最新的自研旗舰处理器Exynos 2500, 这也是Exynos处理器首次出现在三星Z系列折叠机上。 根据预计,三星已将2025年智慧型手机产量目标定为2.294亿台, 其中,旗舰折叠机Galaxy Z Flip 7预计占比约1%及大约300万台, 入门折叠机Z Flip FE则占比0.4%约90万台, 远低于Galaxy S系列的6000万台。 报道指出,三星Exynos 2500原计划将以自家第二代三奈米制程打造, 并由三星新一代旗舰机Galaxy S25系列搭载, 借此以制衡高通涨价。 但因良率受限问题, Exynos 2500产量无法供应三星Galaxy S25系列所需, 所以退而求其次, 现在销量较少的Galaxy Z Flip系列试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